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白姐姐白韻琴的故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白韻琴 你在Google找 一堆關聯字一定不少得一波 又不少得三個字 叫做老退化 很多人都覺得白姐姐已經是 猛了或者已經是老人之外 這個消息也傳了很久 另外我又找到一些秘密 原來白姐姐有個兒子 在Google找 白韻琴兒子 45歲 這個是師生子還是什麼兒子 說70年代 白姐姐原來在緬甸嫁過人 嫁入緬甸首富的豪門 所以非常有錢 另一個關聯字就說白韻琴的身家有多少呢 我看到有18動物業 嘩 有錢 家裡還放了什麼 嚇倒了 好了 我們今天會詳細講解一下 先講一下白韻琴 究竟有沒有 有些人覺得老到猛了 說人家是老退化 無線 訪問他 說他對答如流 對答如流 會不會是老退化呢 喂 知不知阿楚元叔呢 在生的時候 你不是看最後 那個金像獎拿一個老人牌 他自稱 那時候都說楚元老退化 他說話 比你正常 他說什麼 那時候楚元說 管他世上千萬事 行來興笑兩三星 但是每個人都說他老退化 喂 有些很聰明的人 譬如他智慧是200 他退化去到120 那都高過我 我們這些一百零幾 是不是 可能人家退化了 但是仍然是天才 都可以 是不是 可能是這樣 都未能撐 全民不絕 他最近和丈夫 謝偉俊 去過紅酒活動 他們這對子弟戀 都厲害 相差成十五年 但相愛已經超過三十歳 白雲琴當時48歲 哇 謝偉俊那時候 三十幾歲 真是子弟戀 能夠開花結果 沒有結到果 但是就叫做開花 算是結果 結果是否一定要有寶寶才叫做結果 也算叫做白頭到老 白姐姐精神近日相當好 謝偉俊說 白姐姐短期記憶是比較差的 但反應是非常快的 這個其實是腦退化的一種 不過不是說退到不能治理那種 如果他這樣說 他說短期記憶 是啊 有些人就是這樣 不要說白姐姐 我身邊有些女性朋友 做過什麼都忘記 是啊 下次跟他說欠我錢 說到錢就最記得 那些女人也好 男人也好 我看到謝偉俊的老公 抱自己私事 他就疾 疾他 你都拿來講 我什麼時候有忘記 啊 死了 變了阿旺 但其實白姐姐說話也有些阿旺 兩人相處之道 白姐姐笑言 他什麼都給我 他都沒有錢 全程白姐姐對答如流 笑容十足 看來幸福又美滿 說就是這樣說 錢 是不是不介意呢 很多錢呢 白姐姐怎麼起家呢 喂 人家做什麼做什麼 我們很難詳細記載 你看到一段 七十年代 嫁給緬甸首富 入過豪門 白姐姐就被爆 有個四十五歲的獨子 那這個就不應該 不可以稱為私生子 就是有個兒子 白姐姐 那麼健康 真的生果 我們先看看 嗯 他說呢 其實他跟謝偉俊 現在在一家八千萬的豪宅生活 說到了 七十年代的白姐姐 嫁給緬甸首富豪門 當年入住 中環過萬呎的 豪華Pan House 白姐姐 前老爺叫鄺榮輝 當年是緬甸首富 其後呢 因為 政局不穩 就來了香港發展 緬甸搞很多這些事情 之前 2018、19時也是搞那些 周圍開槍 他那邊緬甸真的打實彈 大佬 和尚都抓去坐牢 如果大家記得 原來70年代已經搞這些事情 白姐姐那時候做什麼呢 你以為她是在開收音機嗎 原來白姐姐以前是空姐 在飛機就認識到鄺榮輝 和私人秘書 莊永楚 莊永楚 莊永楚就是資深大律師 胡漢青的媽媽 那這位莊永楚 還做紅娘 就撤合白姐姐 和 鄺榮輝的 第二個兒子 叫Andrew Andrew 後來結婚了 白姐姐出嫁的時候 真是夠了 真是夠了 這些人最威風就說 找找什麼 即是張學友來唱歌 可可她 我親家的時候 陳寶珠是我伴娘 陳寶珠是白姐姐的伴娘 婚後白姐姐為前夫生了兒子 離婚後 兒子是歸南家所撫養的 兒子今年45歲 是見料來的 不是薯條 哇 秘聞 現在白姐姐的兒子定居美國 白姐姐多年來 絕口不提 是不想 因為白姐姐是公眾人物 打擾到兒子的平靜生活 這樣 但是據悉 她不時低調去美國探兒子 她說 將來財產 會不會留給兒子 白姐姐說 她怎會拿我的東西 她爸爸的大把 是不是這樣 哈哈 應該是吧 不是 她怎會拿我的東西 那句是她說的 她爸爸的大把是我猜的 都是啦 大哥 你緬甸首富 要不要拿你的東西 待會看看白姐姐有多少錢 那 謝偉俊就爆一下白姐姐前夫 家裡 以前顯赫 現在的家族分了身家 分散了 沒有什麼家產留給兒子 以前是很有錢 不過現在就叫做少了 白姐姐愛兒子深切 原來你以為她有錢 一直有經濟支援兒子 多年來公書教學 那兒子現在做什麼呢 美國政府軍部 哇 至今單身還未婚 45歲都不結婚 為什麼呢 這麼奇怪 這個就奇怪了 真是 沒有理由 她說外面有很多女朋友 還未撐 不結婚 不代表什麼 說白姐姐究竟有多少錢 有18個物業 深入謝偉俊山景豪宅 謝偉俊只是律師 律師也不是有錢到拱 18層這些物業 很厲害 我估計 我看到一篇文章 說白姐姐 變賣3億房產養老 變賣3億 她不止3億 是啊 她說怎樣 看看這個18棟有多大 她說 有句話這樣說 誰說的呢 我沒所謂 八甲籠我都可以住 什麼都可以住 香港人大部分 拿了一小的工資去買一個窩居 1300呎的單位 對香港人來說 是想都不敢想 但對於身家過億 有接近20個物業的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 和白韻琴夫婦 兩個 當作是兩個 但白姐姐說 她的東西都給我了 可能謝偉俊沒有份 很難說 你說真的 遲早都是另一半 他們住1300呎 人家說這些對他們來說 是很的識的 難怪白姐姐被問到滿不滿意 我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上面那句 我沒所謂 白鑑龍我都可以住 兩個人現在住在西半山豪宅 一個叫敦號的地方 最近 最近 哦 就 就被 帶往去參觀4000呎 頂樓複式單位 意外看到中層的住所 雖然 室內面積相比之下 只有三分一 但是 就是 家裡需要這麼大 他喜歡 就馬上買了 一住就住4年 喂 1300呎 不是很小的 很大的 1300呎 他說他幾十億 身家 很小的 神經病 大屋不是這麼好住 就是告訴你 走多你 飯吧 走多你飯吧 我在泰國住有樓梯 整天走上走路 我覺得很討厭 真的很辛苦 另外 你有聽過杜汶澤說 在台灣租的房子 不知道多大 但是 喜歡的東西都放在身邊 免得走來走去 我也是這樣說 我現在一直玩著公仔 跟你說話 真的 那些公仔本身已經有一個公仔房 但是都不放了 放在工作旁邊 是啊 塞瓦何須帶 難得他們一見鍾情 馬上買了它 那 八韻琴 他喜歡的地方 因為觀賞到山景 和聽小鳥叫 對了 買多少錢呢 6660萬 哇 1300呎 很貴 那些尺價 貴 四萬元尺 哇 這麼貴 還有有人爆料 只是他自己爆料 睡房 原來是掛著白姐姐的裸照 哇 當時記者要求 一倒台灣畫家 為白姐姐繪製油畫 Paul大方帶大家去開眼界 又拉白姐姐過來 說 你自己介紹吧 白姐姐向記者表示 他拍照之後交給畫家 跟著照片來畫 但Paul聽完之後 立即插嘴 他說 他說 你 你 現場擺 被人 什麼的 怕醜嗎 他說 不好意思 不要穿我 煲 真的不是的 原來 不是 給人家照片 照著畫 是畫的 那Paul就爆料 原來白姐姐是裸體 被畫家畫的 哇 真的 我又想起 Jack和Rose 他說 那他說 買樓好像買一棵菜 最重要買到心頭號 他這樣說 平日最多 留在平台消遣時間 即是在屋裡的平台 曬下太陽 這樣 他喜歡 有一張桌子一起吃早餐 每天早上 不應該這樣說 八姐姐你自己說 我們最喜歡 這張桌子一起吃早餐 每早上 都有一段時間在 無論多久 多久都好 都盡量早點起床 吃完早餐才出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夫妻之道 記者時候 又問問這個 Paul 他主動提出王昏去露台做 他說光漂亮 這樣 哇 身為立法會議員的謝偉俊 原來公開申報香港物業有18個 原來是他的物業 你不要聽八姐姐說 都給他 不知道給他了什麼 對 他說很有錢 他說 因為他們倆搬了很多次 柏麗園 彼華利山 跑馬地 什麼都住過 謝偉俊說 之前在銅鑼灣百德新街住 鬧市裡面很方便 景又美 因為看了維港 但的確比較吵 如果十年八年 說銅鑼灣怎麼住 煌醬氣 買東西可以 吵得很厲害 不行的 怎樣 搬去一些空曠 清淨的地方 謝偉俊說 跟八姐姐說笑的說 除非下次搬去禮賓府 否則就不搬 他很滿意他住的地方 1300呎 所以你不要想著 多少億人家要住老年這麼大 大極都是差不多 是啊 那好吧 說說他們這對子弟戀 無據世俗的眼光 哇 好恩愛恩愛多年 都相差十五年 看 但八姐姐曾在訪問當中 坦然謝偉俊 和她只是有命無實的夫妻 我們至少二十年 沒有做愛了 就這樣 哈哈哈哈 八姐姐真的這麼說 不要這樣 那麼 就以前她很出名 她肯定又盡數心中情 白才女 但是現在呢 就真的好像她也有些感情的問題 啊 二十年沒有做啊 一九八九年 雙戀 又同居 兩人 九七年 正式結婚 經常是孖住 公開活動 接受訪問 在人前相當恩愛 那對子弟戀來說 她說初期都不被外界看好 但是兩個人又懶你世俗的眼光 嘛 多年來啊 她們的情史簡直是 話題不絕 那八姐姐都 就來什麼啦 是不是呢 就來八十歲左右 啊 其實她有時都幾累的 看上去 那麼 謝偉俊就會守護相伴 也都不時在社交平台上 她們兩夫妻的恩愛合照 穿很多那些 小數民族的衣服啊 是啊 原來啊 哇 一三年已經說沒有搞過了 一三年啊 就接受訪問 透露自己兩個呢 沒有人懂 沒有人想 沒有人搞啊 那八姐姐對此事大感委屈 又說謝偉俊曾經動手打她 不過八姐姐就說她也有還手 還給對方大力 啊 她說八姐姐更加揚言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 我都會選第二個 那是不是暗示有離婚的意欲呢 啊 就是這樣說啦 其實她們很厲害的 那些事情很潮爆的 1999年啊 謝偉俊就抱著白雲琴拍傳羅的寫真 想中她只是一手抱著白姐姐兩點 這一事轟動全港 而謝偉俊因為裸照一事 選了律師的形象 需要接受律師會的紀律聆訊 最終被人停了一年 唉 陰功了 後來又說她有外遇 跟青島女子互傳情欲電訊 但多年來兩人解釋 是誤會來的 對啦 她深信她老公就不會扣女 歷過不少的 風風雨雨曾經被受外界質疑 但謝偉俊大贊白謝 就是嫌妻 義無反顧地支持自己每個決定 不經不覺 已經攜手走過三十幾年了 兩個人呢 都是結伴同行 形影不離 公開放閃 簡直是善殺旁人 不要理人家的閒言閒語 那就會 憂哉猶哉 開開心心恩恩愛愛了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新聞 拜拜 拜拜 好 好 感谢观看